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政論 政論當然要講正經的東西 食花生的網台八卦是不是一定不正經呢? 就看你怎麼看 早前我都評論過 前資健和博士、KC、劉家聰 和前資健和袁巴兩個爭拗 這些本來就是網台是非 但是你說跟一般人沒有關係呢? 那兩條片我也有個結論 我發覺比較有趣的就是 網民是會發揮的作用有幾次 其實相對不是整個香港人都關係 我最關心的就是聽到網媒的朋友 又發覺原來出奇地他們是熟悉的 比我更熟悉 就是因為我不會聽那麼多的 我有時間還看新聞、看資料的 如果聽得多呢 一來可能是給他任何一位都是影響了 那不是完全不聽的 久不久都聽聽聽 就是叫做觀摩一下 但是喜歡聽都不會聽太多的 因為這樣你自己的風格變了他 會怪的 所以就或者你那些不自覺 拿了別人的觀點 那不是很好的被人說的 抽雜那些東西 那就侵犯別人的版權了 對不對? 所以自己 反正大家都是看新聞的 那你自己看新聞 那就會有一個比較獨立的想法了 那但是呢 就是 今天呢 星期二 就是 出奇地 由早到晚 我就見 就是 所有其他那些網上媒體 有些人我有訂的 就是訂的 有時候看下他 他情況如何 不是訂的 訂很多的 不會聽完的 訂的意思就是 我看下他的營運 營出不荒於我 這樣 八卦而已 但是坦白說 你聽我說的 你都知道 我是沒有太... 因為以前搞 真的搞MV3網台的時代 那些網台是非 是令我覺得很猛的 就是很不高興 所以既然你評論這些 就是 應該有些社會意義的 才評論 通常都避開 網台是非 但是呢 現在主流都沒落的時候 就是網台呢 往往是 很多人是 聽很多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變成網台裡面 發生的事情 變成不是 不是八卦是非 它有公眾意義 變成是有公眾意義 所以你說 評論這件事情 甚至乎 你導向一些事情 無論你是勸交 還是撲火 那你都會起到一些社會意義的作用 是不是 那 這一次又會看到一些社會意義的作用 主要就是由早到晚 我看到 有些平日沒有怎麼留意的 因為 其實就是你上youtube打這兩個名字 陳翔和劉細良 那我 這陣子就會看到 哪個人開始說了 那很多平日沒有留意的人都說了 那很多還沒說了 比如阿森哥 比如徐超華 諸如此類 潘東海 坦白說 每個人都不是太了解他的風格 大約就知道有些 這樣的人在那裡 始終網台這件事情不同 寫文章 你想我寫 我看別人的文章很快 可能 或者看不完也好 可能一兩分鐘看完一篇 大約知道是什麼事 可以看完很多人的文章都可以 評論 但是其他人怎麼說 怎麼做節目呢 坦白說 我有時留意別人 都發覺他都沒有聽我的 大多數都沒有互相聽 但是你這件事 突然間 陳翔和劉細良之爭 陳翔過世了 因為他的女兒在喪禮上高 竟然在海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 喪禮 無知之類 由某些人先講起 分享 然後主要就是 星期二 是不是星期二還是星期一 出了一篇 在Facebook 一篇很長的東西 我過很多人都看過 反而我不想重複這些 就是 詳情 因為這些 就是 我想看看有什麼 微言大意 我都是講十幾分鐘而已 有什麼微言大意 他女兒的八點聲明 其實相當 最少我猜 每個人都看一看 這八點聲明 很難不同情他那個情況 當然他有一套說法 劉細良又有一套說法 劉細良還拍了影片 還展示了一些照片 和 合約 那些 我另外那些片 會不會講法律的問題 那這條片就不講了 就是說 法律的問題很簡單 以劉細良做了十幾年出版的經驗來講 她太太和她 她太太我都合作過 在DBC的時候 有什麼厲害的人 兩個都 出版界都頗有地位之心 她不會不明白這些反權的事情 就是 未必可以 令到她有什麼麻煩 當然我不能夠這麼快就講 因為要研究的 如果要研究 但是你說 general principle 就是copyright的general principle 或者是知識產權的 一般 就是基本框架的常識 這樣 那 他應該是會做了一些 所謂的 就是 他得到某些授權 但是有些事情 又不清楚的 比如 就是 因為他過了身了 你找不到他出來問 於是現在說出來 那就好像一種申訴 一種申訴就是訴諸情的 那我就和大家 就是順便 就是法律是解決不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 法理情 我們做人不只是說法律 所以在法律上搞定了 那跟著人家說 在人情世故上 不是很多人我看見都是 就是 評論的 其他評論都說 人情上這樣不對 那這個你沒得擋了 人情 人情就當然我們都有客觀標準 那這個也不是我想說那麽多人情 人情每個人都不同 我是這樣的 我最緊要守法 我都不是很人情的 有時候都很得罪人的 是不是 那個人做人的風格不同 人情 但是我們社會 就是每個人都 甚至乎不是每個人 就是不會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套 人情就是有一套 一般人應該守的 做人的態度啊 倫理啊 道德啊 就是代言接物啊 這些事情 那 又沒得爭的 那如果在這個角度 劉秀良是輸得很厲害的 就是你見 一般 在人情的角度 幾乎沒有人 站在那邊那樣 那當然 就是讀陳喬先生的長女的聲明 那一句就其實解釋 就是可以基本上的框架就在這 那件事 先赴四月齊世後 一本以他著作者名的社會影集 鏡頭下的歷史 那2017年版 那之前原來出過一次的了 講受議論 最近 被人借提發揮 表示先赴貪錢 那 誰說他貪錢呢 那大家 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劉細良的聲明下面那些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網友那些 那些 那此等留言 飛羽的源自 鏡頭下的歷史出版爭議 衛免先赴蒙壽白之冤 下不恨久存 特此聲明如下 那列了很多詳情 那我相信大家看過 我都不重複這些詳情 因為我又不能夠說他一定是真 或者是假 是吧 個人有個人的判斷 亦都一定不會真 也都一定不會真了 假了 假了真了都是不會 但是有些基本的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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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不能不懷疑 就是 就是 有欠這個 就是 人情喔 世故喔 包括 有人說他好像沒有去到他那個喪禮 那你拿了他這麼多東西 編書的時候有沒有問問他呢 雖然你都合適了 法律上你有權用他的東西 但是呢 人情上你是尊重 那你要跟這位老先生 可能有些照片他不喜歡 是吧 你先諮詢一下他的意見 你不要好像這麼賺錢 那另外呢 老先生這本書原來出過兩次的 是不是 第一次呢 就是他是給一個 加拿大的僑會 這樣就是免費的 那他不是貪錢的 免費給了他 就是出了一本一次的了 那世良就可能見到這個 不錯喔 可以印得漂亮些 做得好些喔 那第二次再版 那他那些版權那些 就是他有一定的做了 正如我說他 他做了十幾年出版 不會不保護自己的 在這方面 但是當然 細心看到這個事件的詳情 不無可爭議之處 是不是 可 就是可 訴訟之處 但是 我問問大家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發掘這個問題 不要一講法律就說 他對 他對 不要這樣想著 你首先想一下 告人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位老先生 你說他貪錢 還是貪名 不要這樣說 我不是他的意思 而是 當他貪錢 你會第一個考慮什麼 當是我 我第一個考慮 我告人 我有什麼好處 拿回他錢 對了 拿到多少 一本書 究竟現在出版一本書 賺到多少錢 我也不肯定 三百元本 當他印一千本 你就分到三分一 就出版社 通常作者三百元 不用作者 那你拿了三分二 你都要給三分一發學 他自己做法 都是這樣說 十幾萬到二三十萬 就是 反過來 作者就算是給你 可能都是三分一的錢 那幾萬元 就是如果是少量出版的話 那這些 我想都不會大量出版 是不是 很多時候留為紀念 那 就是根據他女兒說 根據其他人的評述 就好了 似乎他就不是 九十幾歲的人 不是經常打算錢的 都希望 就是 自己那個 作品 有一本好的書 那事實上那本書已經存在 那你又再出版 看他來講 第一本都不收錢 第二本收什麼錢 但是他覺得整件事 就被人家擺了上台 就突然去到那個簽名會 已經 就是被人家過了一棟 那這些呢 我是很明白的 你作為一個 就是 覺得自己都是聰明的人 最討厭就是被人利用 被人 就是擺上台 被人 整股 那樣 所以變成他有點不高興 但是為什麼他不出聲呢 那樣 就是 那些網民 那老人都不想說這件事 但是他女兒呢 但是他女兒陪著他嘛 最後那幾年時間 當然聽到很多這些 他之下表示不滿 新的說話 所以過世了 就把它揭出來 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說這件事是幾壞的一件事 幾壞的一件事 是幾無謂這件事 那 驚一視是否能夠掌握自己 我看又不是 有些人就只想著怎樣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名譽 保護自己覺得自己適合 是 那就不理了 其他 那如果他覺得自己的粉絲多 就沒事了 那就 他也是沒錯的 是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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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粉絲就會護住他的嘛 那你見是非常之熱情去 和他辯護周圍去留言 那其中有位 教授說很生氣 就是說走來叫他收皮 那些粉絲 就是說他是呼籲那些粉絲 就是周圍去 那我不知道是有沒有正式呼籲還是怎樣 我當他有我當他沒有 你不一定要呼籲的 那些粉絲覺得你受冤屈 那就會幫你出頭的 好了 那就全部捲進去了 好了 那我問你了 我就想問 有什麼微言大意呢 整件事 其實是沒有的 甚至是很無謂的 那你會罵誰呢 誒小孩你懂得做人一些 或者這個伯母你不要那麼多事了 你都反正 又不好意思開聲就算了 那你又和那個女神的事 就覺得老爸你還有些事不了了 借這個 你有朋友多的那裡 那裡是大件事的 這個喪禮就公開指控別人 這樣 那就好像跟著你很多朋友 現在就見了 但是 還有一個最終的現象 到我錄這條片都怎麼樣 差不多過了一天了 七七八八了 我都看到 還有人會跟著說 全部都站在八個片 這個長袖善武 非常富裕出版界 媒界 網台界的巨子的細良兄 你值不值得呢 你因此而成為眾矢之敵 可不可以現在做到銷售一些呢 其實現在可以做到銷售一些的 不好意思 一時 沒有留意到 人家的感受 這樣 都說了都是晚輩 是不是 對他的家人也忽略了別人的感受 那好吧 很簡單 那些開條 你一定有記錄的 你有會計的 開了一張單出來 全部捐了給那個 第一個出版的那個 什麼家 的 加拿大的一個僑會 捐了給他就行了 我相信那筆數都是很小的 對不對 你這樣做完就完了 那現在不是的 你發動這個 發動你的粉絲去 互教 我的評論就是 這些是我的 我的比喻來的 是不是 就是互教式的辯解 那你知道 如果你 我以前也評論過 民主派就好像很多宗教 那樣 個個就跟教主 明明大家都在講民主 但是互不相容 西城水火 想不到我以為民主派就 活落了 民主派的文化沒有活落 依然在那裡 在網界 網台界 出現這些現象 就是 教主有事 教衆就撲出來 到處去 其實我都領過不少 但是你問我 那你是不是沒有出聲 這麼多事 那我又不行 這個個性問題 我也都不太介意 為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很多這些事 非反而是比沒有好 為什麼呢 你看這件事 一眾網友 支持細良 幾個點子而已 你去 團結 不要說這些事情 關門 有它 民主派 是不是 大家都是民主 為那件事 第一 這些就是犬如 這樣就沒事了 好了 如果有些人做壞事的時候 民主派裡面 蓋過了兩三年 大家其實都是 那 真是一齊攻擊它好 有個別攻擊 有人幫它辯護好 真理越辯越明 那為什麼不公開講呢 現在沒有人監察你 你是不是想共產黨監察你 網媒呢 阿里加超來負責 國安處來監察這些網媒 沒有啊 你要自由嘛 照有的時候 那你如果有這些行測 你現在搞錯的話 怎麼呢 就是要互相監察 以前 是不是 政府一向都說要整個傳媒監察機構 結果呢 查弄用時代 明報的時代 結果是媒體說不行 不行 自律 不可以被人他律 因為這個影響言論自由 但是自律就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們互相是要監察對方的 那我們香港媒體做不做得到呢 蘋果報出來之前呢 就是做得到 《蘋果報》之後呢 不是太理想的 我的感覺 已經是九十年代到現在 就是說呢 為了這個民主大業呢 大家就要統一市場 好像跟共產黨那些思維差不多 竟然是大家接受這件事情 真理越變越明 這件事情誰適合誰不適合 大家多些討論 對不對 不要以一個敵我矛盾 甚至乎覺得有陰謀 第二個問題 我已經講了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現在KOL 你在全世界的 以香港人為主 主要聽眾的KOL 已經散落全球 那你叫香港政府去管理嗎? 沒得管 不是你想不想 他會沒有能力 那誰去管理 管理這個虛擬的一個角度呢? 一個虛擬的角度呢? 等第二天的袁巴議會 不是的 靠自己 所以你說 有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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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可以幫他辯解 但是應該歡迎討論 整件事 是吧? 法律不對 甚至是報警 是吧? 那我可以有很多法規 國際法裡面怎麼處理 都有的 有國際法的 就是道德權利就是國際法 就是處名權那些 那這些呢 不是我想講的 這些我想講的東西 但是大家明白了 法律解決不了的東西 那我們就要討論了 所以 互相監視是好事 但是這次 就似乎一面倒 除了糧粉之外 一面倒就 去批評這個 我再看兩天 大家再看兩天 不要讓我看了 我都不是這麼樂意 在這些是非裡面 糾纏太多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可能不是很喜歡 看到 大家都爭民主 這樣 這樣 因為我被人說得多 你為什麼經常隔民主派 這樣 我隔民主派和爭民主有什麼分 有什麼衝突的? 沒有的 為什麼大家認為有衝突呢?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就是一個 黑暗自成一派的? 普通民眾來講 你們民主派 就變成這樣 沒有透明度的東西 不是好事 你有透明度 互相揭倉巴 不是好事 你要這樣看 揭完之後 大家又不爭民主了 我負氣了 我算了 我不搞了 那你就走了 我不搞了 我負氣了 我生氣了 我走了 我不玩民主 不爭民主了 就隨我 隨我 那你們其他人繼續的 所以沒有一個關係 還有第一 第一就是 家醜不外傳 家醜就可能不應該外傳 但是這些呢 關乎公眾 起碼大家有共同聽眾 那那個是應該 嘆開 嘆開來講 多些講 說得不對 說得對 最近是發生了很多單 幾單 那有些我都是沒有看的 就是好像 班東海和 雍正晶好像有些事 不知道什麼事 完全不知道 那一陣子 後來看到 熱鬧了 那我就去理會 就是錢志健和羅奇斯 和錢志健和袁巴 那我又加了一把口 那我都 在這裏都評論過了 那這裏我都盡量是說 喂 有沒有一些宏觀些 有益於大家的東西呢 真理越變越明的呢 是 我覺得是有的 那這件事情有沒有呢 都有 是吧 大家覺得是不是 這件事情越清楚越好 只要你不是說我 我一定要站在那邊 那你一定有疏少得益 對於你對事物的認識 人的智慧 變解的能力 多一些想 多一些看 不要壞 那這些能力 不是一定說 喂 不是說聽網台 就要有這些能力 不需要的 你貪好聽就可以了 但是你有了這些能力 你就不會浪費時間 純粹是吃花生的 想事情 那變成你做其他事情 是吧 讀書好 做生意好 你這個人有這些變解的能力 邏輯的能力呢 是不是好像進步了 那個腦子進步 尤其是老人家那些 沒有那麼容易 腦退化的 多一些想想這些 是非八卦 第二個我覺得 長氣了一點 不要緊 我相信大家不介意 但是評論 一件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需要 什麼都說是老共背後 那你是一個鈍詞來的 喂 那麼多人攻擊我 是老共叫的 這樣就好像解決了 那些粉絲人信了 老共很有時間嗎 不要說要十幾億人要估 還有很多國際事件 走來理你香港的網台 安排很多人去背後做事 無聊到極了 還有那件事都不是老共弄出來的 是你們的反權紋爭 還有你們之間 你和其他人的是非 這些又是 這些就是你的粉絲好 你的評論的人 頭腦簡單 總是什麼都是共產黨 共產黨與非共產黨 就解決了你所有事情 這樣很蠢的 會變得 浪費了你的時間 好了 接著又說有人貪錢 剛才什麼說過 那我不想說了 我這件事 反過來 就是貪錢是人性來的 貪錢都不是罪來的 你是不是其所 那現在 是不是 我當劉西良 你很貪錢 十幾二十萬 我只是勸你一句 你不要這麼貪了 這些這麼濕碎的 不要為了這麼少的錢 影響你這麼明顯 實際上 我旁觀看你 你虧水虧得很厲害 你得的東西有多少呢 面子 你當是認句衰 老人家 什麼都好 照顧不周 我認句衰 什麼錢都好 給你 幫你捐了他 我想他的女兒 都不會要 那就捐了給那個僑會 那就好 大家很開心 那就正 大家去買那本書 大家就完美 為什麼你不退一步 退一步讓一步 貪錢還貪錢 貪錢不是罪 誰不貪 不要搞到自己 失了 遠遠 你都是做生意的 很吃虧 我替你吃虧 我替你吃虧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要講 你是沒有必要 發動支持者 做一種互教式的 攻擊別人 辯解 這些呢 這些就真是傷這個和氣 是很傷和氣的 我知道很傷和氣 有時候不是你跟別人傷和氣 你那些教友 教友自己會傷了和氣 就是 當然了 時間很久 總會明白 始終對自己 對人都是沒有的 問題就是 你解釋完就算了 就是 越簡單越好 那當然了 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聽某教授說 所以他那裡被人這樣罵 我自己評論 我自己的頻道 沒有人來護教 真是可惜 可能我們沒有重疊的人 我看其他的 的確是 其他節目的 的確是有 大量 保護他的人出現 但是我看來這些 不是水軍 大風向 19年的時候很強 被老共指控 有人故意在網上製造輿論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會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懂 但是如果是的話 這個不是一件好事 有人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或者他的個人魅力 就是 教主式的魅力 變成很自然就會 大家都 想想這些問題 這些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自己 絕對不非法 就是你幫我講道理就算了 就是講道理就可以了 不要去攻擊別人 是不是 貪錢啊 那兩父女啊 就是 就是跟著共產黨的陰謀 這些是共產黨叫來的 攻擊 他影響力大 說這些事情 傷害呢 當然是不會我們這些 吃鹽多 你吃米人 傷害到就很厲害了 但是你 也不是那幫其他KL 沒有我這麼老而已 都是 聰明的人 知道這些事情 貪錢罵 炒花生 但是對於 那些整體的文字 受眾的文字 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真的沒有 不可能有 只是那些人 是頭腦簡單 是是非非 然後跟著那個教主 好像跟著的 那你民主派 原來那些人的思維 習慣了 就是這樣 把民主派的那些 教派思維 搬到現在網台界那裡 那這個是我這次看到的 最令我覺得 要吸盤 因為我不想這些現象 再延續下去 希望每個人 都是獨立的思考 每一件事都要獨立去想 而不是用立場出發 只問立場 不問 不要說不問 不理 不去探究是非 對錯 是不是 不去立體看那些事情 智慧是不會進步的 就是不會有盡益的人 好了 太長氣了 破了紀錄了 但是大家相信都OK的 是不是 下一條片沒有那麼長的了 多謝大家